唱个歌 庆祝一下 我来 我来 回来啊 你刘队长唱歌给对方助兴是吗 好心态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很幼稚 有点 有个问题 你说 为什么总是说我们 不说他们 这是你们的题啊 来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跪着 南儿西下游黄区 还是不能跪着 好吧 那你就离这么远 有本事你离这么远 你报过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智力快车 我是方琼 她是丑丑 今天呢 依然是我们智力快车之水果 那今天是他们两岁 分别是 樱桃豆榴莲 樱桃榴莲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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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我们来说今天是男生队和女生队两支队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吧 女士优先 来 樱桃队的各位 大家好 我是樱桃队女生队古灵精怪的队长安胜林 她是温柔可人的李雨晴 她是聪明伶俐的金子棠 你们怎么今天都这么漂亮啊 每一个女生都会有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吗 是 还有一个粉色的小卡子 我想问问其他两位 你们都几岁了 我六岁了 我六岁半了 安胜林别你呢 我六岁了 你们队长是怎么选出来的呀 是人家说 说话多才能当队长的 所以丁紫棠你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女生吗 不是 那安胜林是一特爱说话的女生是吧 在家里老说话 真的呀 你们家都谁爱说呀 没人爱说话 我们所有人都得跟他说 坐着停也得说 走着哪儿 去饭店也得跟人聊 把人饭店服务员给聊 最后送一盘那个果盘 厉害 我们是一个班 你们两个是一个幼儿园 一个班 我们俩还经常 就是要下班的时候 如果要下的完 我们俩就一起玩 他们俩老在一起 干什么都在一起 而且睡一张棚 什么都不分 买衣服也都买一样 那丁紫棠 人家俩人关系特别熟 你跟他们是一个幼儿园的吗 不是 他们是学校 你已经上学了呀 上学了 上几年级 一年级 一年级 他变得特别稳静了 以前在幼儿园里边 也是挺清陶的那种 些男孩子性格 特别爱去玩啊 怎么着呢 小学三个月以后就变了 这样特别特别文静 我就不认识他了 太好了 赶紧让我们也上小学 变化令 对于两个幼儿园的女生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很幼稚 有点 有点幼稚 那你觉得这幼稚体现在哪儿啊 你看他们看他呀 你看他俩 幼稚 特别爱美 幼稚的人就特别爱美 他也有点爱美 对他们说你也有点爱美 但是女生不是都爱美吗 对 好了 再一次欢迎我们 樱桃队的三位 接下来我们认识 榴莲队 我们是榴莲队 我是榴莲队 聪明智慧的队长 刘泽凯 这位是超级目的的队员 郭义 这位是幼稚之写的队员李一舟 这个李一舟 你明显对队长好像有点意见是吧 对 郭义 你也有意见呀 真是内控了 那为什么他当队长了呢 他自己想的 不是 是他让我们参加这个节目的 什么叫他让你们参加这个节目 他就是我们的 你们三个之前认识吗 对 这是 一个班的 这二小学才认识 你们是小学一个班的 对 所以他让你们来参加节目 因为他提了这个意 所以你们就说好吧 那你当队长吧 在生活当中 在学校里面 你们是真心服他吗 服他了 我服了 你为什么服他呀 每次我有意见反对他的时候 他就像想要打我似的 我说没什么呀 你看看 这就服了 你是靠拳头来征服别人的吧 不是 我不是郭义在骗人 你还敢脚辩 李章 你跟他过意说得对 还是刘泽凯说得对 我 我 我 拿着过意 完了 刘泽凯 我 你看你不高兴了 对吧 要不你把你队员开除了得了 我 开除什么呀 都被学说了 还怎么开呀 你可以一个人战斗啊 你一个人对付三个女生 你觉得自己没这实力吗 我感觉要是把他们开到时候能开 就是你们绕嘛 可以啊 我们可以 我这样 你把他们俩开除了 安盛莲 你把他们两个人吸纳到你的队伍当中来 你们现在是五比一大战 怎么了刘队长 不行了是吧 他们你跟谁也呀 他们可定了 你对自己一点这个信心都没有 我们现在我们都齐嘴都很大 要不你们练 你们俩商量商量 要不要抛弃你们的刘泽凯队长 加盟到樱桃队 用我的质地来 考虑一下 我这是这种花招吧 刘队长心里已经彻底没点了 刘队长要不然你满留一下你的队员 不走 走还是不走 不走 为什么呀 当然 你不公平吗 我也是 你瞧瞧你们两个没立场的 刚开始嫌弃人家队长 看不上人家 现在让你们俩走吧 又不愿意走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看到底谁厉害 好不好 你们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今天我们平均年龄六岁的樱桃队 能不能打败平均年龄七岁的榴莲队呢 让我们事物以待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水果大战的第一关 答 答 答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两队 谁想先来答题 为什么男生队把手举起来了 女生队就没反应了呢 他们打得小 谁谁打不小 我们榴莲队 你们为什么想先打题 反正我们男子按大让步 不对不对 我没有把握 他们没把握我 到这些打题 给他们说就放了药 不然全体他们都不敢拿 通常我们都说男生要深知一些 对 你听说过女士优先吗 听说过 他们没举 听说过你还举着手 对 为什么你不举的呀 但是为了过去我们还是要先打 那我问一下 樱桃队 我们要不要先打呀 要呀 那这样吧 比就比谁怕谁 那比就比 那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比一比 看谁能够拿到优先答题的权利 上道具 包鸡蛋谁会 请举手 怎么这三个女生举手 永远要比男生慢一拍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谁包鸡蛋包的又快又好 哪个队就能获胜 你们来开个会 商量一下派谁来玩这个游戏 每队只能出一个人 来 樱桃队你们选的是谁 队长 刘连队 郭义 怎么被队长把你的手揪起来了 就我想让他把我的手揪起来了 真的吗 好嘞 那行了 两队都派出来自认为最厉害的选手 来 抬上请 两位先拿起这鸡蛋来 这是熟鸡蛋 我说预备开始 你们就开始包 看谁能够包得又快又好 这个表面最好不扣破 他知道先磕个 我也是刚刚想这个问题 对 因为每次幼稚园都是体验给他们都磕好了 可能这一步还真是舒服 至少我会给他磕一下 放桌上 一分钟的时间 来 继续 开始 我也知道 两个人一起喝 可以再喝一喝 还是这个 人家包的 还是得喝一下 对 那拨也 是 左手 那也加快速度 那也加快速度 人都做半个了 越大进下的意识就越强了 你看那个方式不一样 你看那个圣灵 它们是一点一点 认真见得一样 加油 夏琳快点 郭忆这包的真快 不能花 好嘞 郭忆已经包完了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看 安盛林这个包的相对慢一些 但是包的挺完整的 郭忆这个包的总体也还不错 就最后那一哆嗦 然后就抠掉了一大块 我问问樱桃队 你们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 谁获胜啊 榴莲队 榴莲队是吗 所以第一关优先答题权 属于榴莲队 祝贺你们 祝贺多艺 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题 刘泽凯 围棋有两种颜色的棋子 对 正确 多艺 鱼是有心脏的 错 错误 你一周 蜜蜂中的蜂王是雄蜂 对 错误 刘泽凯 大王龙是吃肉的 对 上去 郭毅 汉低和下口的上一句是除和日当舞 对 上去 林一周 十二生交的第二个是醋 错 刘泽凯 你一周 芒果是长在树上的 错 错误 哎呀 我们来看一下 九道题 你们加了四片水果 也就是说有一周半都没答对 我们来一顿看看吧 鱼是有心脏的 郭毅你说是错误的 但其实这道题是正确的 葫芦娃是八兄弟吗 八兄弟也错 对呀 你说是 葫芦娃一共几个兄弟啊 青兄弟 对了 十二生交当中的第二个首相是兔吗 不是 是什么呀 牛 是牛 对 所以郭毅 我爸就是牛 啊 真的呀 嗯 好 还有 蒸包子需要用水吗 需要 郭毅 用吗 用 郭毅是这样讲的 蒸包子得有蒸口气 是吗 谁知道这包子是怎么蒸的 就是 先把包子给搬好搁到剃锅里头 把蒸包子的那个锅 然后把 然后弄 那条水搁到下头 然后把盖盖上 然后一点火 然后火就会把水给烧成水动气 然后 然后往上沟 我看这个意思吧 你看这个意思 基本正确 但是呢 我们通常为了方便 先把水接锅里 然后再放上剃 然后再把包子搁剃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啊 所以 榴莲队加上四片水果 这个成绩可有点出事意料 各位一年级的大哥哥们 谢谢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银行队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来 来 安盛林 达芬奇是画家 对 正确 李雨晴 一年有三个季节 对 错误 丁子堂 老鼠怕猫 对 正确 安盛林 我国的国庆节是十月一日 对 正确 李雨晴 熊猫的眼圈是黑色的 对 正确 丁子堂 春年不觉晓的下一句是 夜来风雨声 对 错误 安盛林 桃园三节一是西游记里的故事 对 错误 李雨晴 水能灭火 对 正确 丁子堂 黄瓜是水果 对 错误 黄瓜是水果吗 对 是什么 蔬菜 对 黄瓜是蔬菜 桃园三节一不是西游记里的故事 你们谁知道桃园三节一的吗 桃园演义 李雨晴还说了一年有三个季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呀 错误的 一年几个季节呀 春夏秋冬 这是 四个 哎呀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我们平均六岁的樱桃队答对了五道题得到了五片水果 而平均年龄七岁多的都上一年级的三位南修大哥哥你们现在是四片水果 放我们一回吧 我们不是放你们一回而是给你们机会让你们继续努力 下次保障都把你们给打扰了 真的假的 真的 那英队谁能唱个歌庆祝一下 回来 回来 回来啊 你刘队长你刘队长唱歌给对方助兴是吗 好好心菜来刘队长 我爱是 我爱是 你刘队长 你刘队长 谁言曾草心 包得三春快 没了 没了 反正比他们上的好 我们来给英刀队加加油 第一关榴梁队暂时落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关 抢 抢 抢 我们来看看你们见队的第一道题 来 看电视 你们这些懒虫还不快点长 三哥 三哥 你不要太急吗 还不急 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 爷爷 哥哥 爷爷 哥哥 你们在哪 三哥 三哥 你还没长大呢 你把人听他问见了 都仔细看了吗 仔细看了 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听题吧 请问树上掉下来的葫芦是什么颜色 哥王哥 我也要说开始了吗 还没说开始 知道了是吗 知道自己错了吗 我没有说开始 榴梁队率先抢按了 所以要扣掉一个水果 樱桃队 你们知道是什么颜色的吗 黄色 黄色 好 所以樱桃队 手要快 但是呢 一定要等我说开始之后 明白了吗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请听听 汽车轮胎上的钩纹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增加于地面的摩擦 B 加快汽车的速度 C 增加汽车的重量 开始 樱桃队 第一个 第一个 增加于地面的摩擦 确定吗 我们要恭喜樱桃队回答正确 加上一件水果 你们这仨要回班里的怎么交代呀 你们跟牛儿园都没打过人的 你们三片水果 真郁闷 而且是这个体质男孩的意思 各有优势 我们按了这驴步动 来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们按一下看这驴动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按慢了 没按下去 慢了 还有机会 队长 先别着急 队长快哭了 还有的是机会呢 还有三道题呢 如果三道题都抢上了呢 那三道题我都没抢上了 那我后面还有学阴远呢 那二十年别乱意见 都敢说了 队长你太悲观了 李周志和你按是吧 先别着急 接下来我们还有题 榴连队你们准备好了 来 请听听 请问花木兰讲的是关于什么的故事 A 追逐太阳 B 拯救地球 C 替护从军 开始 榴连队 C是什么 替护从军 你们讲讲这花木兰替护从军的故事 然后花木兰替就怕他爸爸这么大的年纪 就是会被打死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穿着爸爸的那个军服 就带着他爸爸去到军了 那追逐太阳是什么故事 追逐太阳是后日 后日 不 后日 确实 那是追逐太吗 那这个就知道了 那也是长河东 有一个人叫夸父 你们听说过吗 听说过 可以让你爸爸再给你讲讲夸父追逐的故事 我爸爸知道吗 你爸知道 你问他 老爸知道吗 爸爸 他爸说问一下别的爸爸 请问您是谁的爸爸 我爸 李一舟这是你爸 我是李一舟的爸爸 然后这个故事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故事 就是古州有一个巨人叫夸父 他去追赶太阳 结果在追赶的过程中 口渴 把那个黄河水 我记得好像是黄河水喝光了 然后后来把长江水喝光了 然后最后他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 他那个渴死了 渴死了以后就化成大山了 大致如此了 你都听明白了是吧 那我就问问你 现在问我吧 我为什么不能问你啊 我让你问你爸 你爸都推给别人了 那我只能再问你了 刘子凯 请问一下夸父为什么追太阳啊 夸父是因为太阳太多了 然后百姓们也没有输了 你说的是后裔 后裔 后裔 小姐哥等于月 那还有什么问题 黎周你别笑人家 你说 夸父为什么追日 我说这一天 我有个问题 你说 为什么总是问我们 不问他 这是你们的题啊 这道题是你们讲到的啊 要不怎么着 我问问人家 他们要答对了 我把水果加给他们 那还不懂 他们怎么 对啊 人家没有走月 人家签了六片水果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花木兰 替父从军 答对了 加上一片水果 接下来我们还有题 来看电视 没有国王的旨意 即使给我们松了榜 小僧还是死路一条啊 师父 既然这样 我看不如今天晚上扫塔 查个明白 对他们二人 也算有个交代 起来吧 替我准备一把扫帚 我要扫塔 慢 帮我们准备两把扫帚 我要和师父一起扫塔 都看仔细了吗 看仔细了 请听题 请问孙悟空有多少般变化 A 72 B 73 C 74 玩 开始 哎呦好厉害 来榴莲队 72 72 这72般都什么变化呀 可以变成各种动物 也可以变成人 就连一只小小的蚂蚁都可以变 也可以变成树 什么都可以变 是吗 对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72遍 加上天水果 哎呦櫻桃队 櫻桃队你们要加油 你们不能因为自己有六片水果就要照顾这边的几个男生 我们这一方还有一道题 来 看电视 老鼠不断要偷吃东西 传播病菌 它还会咬家里的家具呢 哎 这个老鼠 它叫什么齿动物来着 孽齿动物呀 对对对 孽齿动物 对 孽齿动物啊 长着尖锐的门牙 说白了 就是咬东西的动物 它们的门牙呀 会不停的生长 如果 它是动物呀 如果不磨牙的话呀 它们的牙齿就会长得太长 闭不上嘴 就不能吃东西了 哎 你干嘛呀 我这说事呢 孽齿类动物 你们都听说过吗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们可能想想很多东西 那么这道题是什么呢 来 请听题 请问以下哪种动物物属于孽齿类动物 A 松鼠 B 苍鼠 C 袋鼠 开始 来 榴莲队 松鼠和袋鼠是吗 对 松鼠 五 四 松鼠 三 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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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鼠不属于孽齿类动物 这是你们告诉我的答案 是吗 B吧 B 不能再改 那就A 那就A 确定是A 确定 确定 刚才人家怎么说的这孽齿类动物 它有什么特点 牙齿层 要不停的磨牙 要不停的磨牙 也就是 不停的 砍砍 弄 不 盖鼠 不 弄 Wang 松鼠 操鼠 费 大 松鼠 是袋鼠 袋鼠 对嘎 你得跟他说为什么是袋鼠 因为松鼠是不是要磕那个松子 是不是想磨牙 对 苍鼠是不是也要磕 就袋鼠不磕 袋鼠特小的时候吃胡萝卜吧 胡萝卜是特别厌的吗 所以可这是C 现在明白了是吗 明白了C 晚了 之前你告诉我的答案是A 松鼠 所以很遗憾 榴莲队 我们要扣掉你们一片水果 谁生气了 队长又生气了 我从来我们是没希望了 两道题你们就觉得没希望了吗 我后面还有六道题 你们有信心吗 有 金桃队 你们觉得今天哪支队伍会获胜 我们 你们觉得哪个队伍会获胜 我们 我就不能摸 还几个呢 我们都六百 你们才四千 我们可是指指不得 一会你们要输啊 你走着瞧 反正两关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两队 榴莲队四片水果 樱桃队六片水果 我们还有几道题 不知道榴莲队会不会反败为胜 好了 我们课间休息一下 来 爸爸妈妈给送个水 哎呀 在这个课间当中啊 有些人呀 唏嘘不宁啊 很是激动 心灵比较脆弱 刘泽凯 调整好状态了吗 OK了 OK了是吗 OK了 你没问题 没问题了 没问题 你再看看同样樱桃队 人家这专门有加油助阵的 这是谁呀 你叫什么 我叫丁梁梁柱 丁梁柱呗 你是来给谁加油呀 我姐姐 你姐姐叫什么 丁梁桃 你怎么给他加油啊 给他们唱个歌怎么样 唱个什么歌 小红帽 来来 你们俩都下来 过来 跟姐姐一起唱个小红帽啊 来 预备 起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我把甜甜带给外婆尝一尝 她家住在遥远的皮静的地方 我要当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 当海人撒伤了 我要赶回家 我妈妈一同进入甜蜜梦乡 好嘞 谢谢啊 丁梁柱 唱得非常好 接下来继续在她家给姐姐加油鼓劲 好不好 好 来 谢谢你 怎么样啊 刘泽凯 你们怎么给自己加加油啊 加油 加油 榴梁队 加油 就人家故意 人家调整状态 调整得特好 跟我来说 好不好 来 预备起 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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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赢 我能赢 一定赢 一定赢 都能赢 刘泽凯 你看看人家故意 你再看看你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还有今天的最后一关 还有六道题 目前分数较低的队伍 可以优先来选择你们喜欢的科目 你看刘队长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你们选择 你们选什么科目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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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们的 游戏 队长为什么听你的 因为我们二比一 确定是游戏题吗 对 确定 你们觉得游戏题会是哪方面的题 你们这么自信选游戏 我就觉得我们比游戏方便磊赢 一定赢 一定赢 是吗 那就看看你们能不能赢了 来 上道具 看你这个简单 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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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上我一回包鸡蛋了 我们不能说一看到这个题简单 你就说我上 这个我有屈活 这是干嘛呀 这个就是说一个 就会问你一些问题 但你必须要说字的时候 不能吹气 然后辣辣煮蜜 知道哈 知道 好了 我们这道题是要干什么呢 我先问一下榴连队 你们知道什么叫爆破音吗 知道 刘队长你说 爆破音就是你说一个音的时候 它会出来一口听 就叫 比如说什么字是爆破 这个不能说 拼音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 总之知道什么是爆破音 知道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你们队要派出一位 队员 在回答问题的同时 用爆破音把蜡烛吹灭 一定是爆破音哦 其他的用嘴吹是不算数的哦 榴连队你们选谁 我 可以吗 可以 来队长 上 上 来 你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跪着 那还是西夏有好 这还就不能跪 好吧 那你就离这么远 有本事你离这么远 你爆破 把它 撲灭 那不可能的事 那不可能的事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一道题 请问 你平时最喜欢和谁一起玩 婆婆 婆婆 你跟我说婆婆是谁 婆婆就是 不管 先把结果了 再说 不 不行 你得跟我说说 你告诉我婆婆是谁 我得确定这答案的真实性 爸爸的 妈妈是奶奶 爸爸妈妈的妹妹 妈妈的妹妹叫婆婆 爸爸的妈妈 你爸爸的妈妈是谁 奶奶 那为什么你管他妹妹就叫婆婆呢 不许她 我 好吧 我第一个先原谅你 第二道题 准备好了 请问 你们家谁最勤劳 不许重复答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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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你就说个爸爸 能怎么着 你是说你妈妈最勤劳 是吧 但是 妈妈没哭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们家谁最勤劳 这个不是特别的真实 不是特别真实 我听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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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来下一个问题 请问 你们家谁最懒 啪 啪啪 完了 完了 就即便是你爸爸最懒 你也没扑面呀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事不过三 这是第二次 知道吗 你要再没说对 下回就不能算你了 你们家谁最懒 我再说 我再说 你不是要我 我怎么说吧 我就说 我 啪 快快快 来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们家谁最懒 我 啪 我 啪 我 啪 啪 你爸真懒 真的 你爸你多懒 真的 就是我们每天都起头了 以后 就是以前 我们都起头了以后 我爸爸还在那睡 那你爸就说 有一次 我爸爸睡觉 睡到周五十二点 真的呀 真的 他晚上几点睡呀 他晚上得特别晚 睡一夜了点 或者十二点 所以你爸爸特别辛苦 是不是 好了 还有两个题 请问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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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着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苹果 苹果 对呀 你得找对位置才能发力 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不能再问你两次了 还有最后一个题 告诉我 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OK 来 书子 耶 变什么呀 什么叫长大以后 你想 你想当什么书记呀 就是剔东西的呀 就不掉了 把话筒给他爸 你儿子这远大的职业是要干什么 你刚才说是什么书记是吧 对 这个报复音里可能书记这个官职的最大吧 你儿子说的书记是拿笔记事的 那不叫书记 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那叫书记员 你觉得能加水果吗 我给你一个机会 自己加一片水果 祝贺榴莲队 搞定 太不容易了 好了 接下来 金桃队 动手 动手 这是一道对抗体 就是 你们要是赢了他们 他们就加不上水果 你们要是赢不了他们 他们就加水果 那我们点呢 你们不点 人家加相当于你们点呀 所以这是一道动手题 每队要派出一位队员来参加对抗 对抗的项目是什么 很简单 来 上道具 大家见过这什么吗 什么呀 塑料袋 这看着是个塑料袋 打开 就不是塑料袋了 瞧见这是什么 衣服 好嘞 接下来 要比的是什么 穿雨衣 我这个雨衣啊 上面有扣子 你们要把扣子系好 把帽子放好 袖子 衣服哪都穿好 看谁穿得又快又好 来 两队 派哪个队员上来吧 我上吧 老师 我可以当手 我就他不上 那边你们派谁 他 我不是 那怎么着 我直接给人家加水果吧 那我去 那我去 队长 当别人谁都没人上的时候 队长要挺身而出了 但是队长 我一定要提醒你 以你这个身材呀 极有可能把这个雨衣撑破 你们还来吗 我也 你们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不来的话 我直接给樱桃队加一片水果 你们要吗 不要 来 快来啊 来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预备 开始 我可以让美队再派一个队员过来帮他们寄扣 谁愿意来赶快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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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铁铁铁 这有的时候罢了 别人容易越帮越乱 你一定看看那扣子是不是都对得起 这要戴上了 帽子戴上 这一干什么 你穿完了 你确定穿完了是吗 你穿完了吗 你穿完了吗 你穿完了 我再给你最后啊 你们的扣子都系好了吗 没有 快点呀 我 四 弄坏了 三 二 你这上头先把这扣上呀 没了 时间到 看看 你穿给弄坏了 怎么给弄坏了呀 快就在哪里 看着 这些包远落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堂堂啊 有这个安盛林来帮忙 不知道是越帮越忙还是帮对了 虽然 刘队 刘队 你成功的阻止了对方获得一片水果 所以你们现在机会来了 现在你们五片他们六片 如果你们这道题选择好了答对了 你们就追平了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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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点 你们挺好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观察过生活 这个动物的眼睛啊 长的位置是不同的 有的动物 有的动物的眼睛啊 长头顶上 有的 长在这个脸的两边 有的 长在 脸前边 请说出 五种眼睛长在两侧的动物 是豹子 是的 老虎 老 老虎 他就回座了 鱼 鱼 太宽泛了 鱼的概念太大了 什么鱼 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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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五种 狮子老虎那眼睛长什么地儿啊 狮子老虎的眼睛长 长在这儿啊 长在哪儿啊 长前面 长前面 是长两侧吗 所以你刚才你们选的这五种 你们答对了吗 哎 哎呀 他就这一遍 手法怎么那么难呢 下去自己研究吧 总之 这一片水果是得不上 樱桃队 还有生活 体育 语文 三个科目 你们选什么 生活 生活 这条题很简单 来 我们上道具 哇 哇 不是这样 看看这都是什么 认识吗 这是 面包鸭 这个呢 包鸭 这个呢 面 这个呢 麻辣 这个呢 豆腐 好嘞 请问 这五样东西 哪个不是用面粉做成的 什么 豆腐 确定吗 确定 这答对了 这答对了 又一个 又一个打击比这小朋友 刘连队 请恭喜对方 说给对方加上一片水果 恭喜你们加上一片水果 七片水果对五片水果 哎呀 我不是不给你们机会呀 刘连队 体育和语文 你们选择 体育 好 我们来看这道体育题 哎呀 上道具了 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别听难求啊 什么呀 就是把皮包球割到拍子里 然后越过去 放入掉 太聪明了 看见我们这道具 就知道要干什么了 是吗 但是我为什么有两个拍子呢 这是接力 所以刘连队 你要派出你两位 非常能干的队员 那就你中够我吧 行吗 行 来 不对 到底是谁 你们同时改变了你 两位 有一个人在起点 开始把球 搁到你的乒乓球 拍上 然后呢 运到中间 你们要平稳地 倒到另一个拍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能用一只手 那只手要手背后 然后另外一个人 拖着乒乓球 把它放在盆里 三个球 只要能够 有一颗球 能够进到盆里 你们就获胜了 来 准备 开始 来 准备 开始 不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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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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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贏了 贏了 幸亏有这一颗 好了 我们可以给榴莲队 加上一片水果 冰桃队 还有最后一道题 宇文体 现在 其实你们欺骗水果 已经战胜了榴莲队 你们已经赢了 还答这道题吗 答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得八片 好 刚才谁 谁给我唱了一首歌 我 你唱的什么歌来着 我手中线 你会背这首诗吗 不会 你会唱 不会背呀 我也 刘泽凯你给我们背一下这首诗 我手中线 有子身上遗历 离千秘密佛 以后出师规 虽然最早些 道德才出灰 请问 刚才这首诗中的 慈母指的是 什么人 A 奶奶 B 妈妈 C 孩子 奶奶 奶奶 确定吗 确定 丁子长不说话 是吗 我也不知道你是表示赞许还是反对 反对 你觉得是什么呀 我觉得是妈妈 妈妈 告诉我一个最后的答案 三 妈 二 一 妈妈妈妈妈妈 刘泽凯 她们对了吗 对了 她们一共是七片水果了 八片 今天水果大战获胜的是银桃队 恭喜 当然 我们榴梁队的三位表现得也非常的棒 刘泽凯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愿意来吗 愿意 那我想问一下郭毅李宗 你们还愿意跟着刘队长一起来战斗吗 愿意 还愿意 郭队长你愿意带他们俩再来吗 我做主了 我对你们发出盛情的邀请 我们下一次还邀请你们来 我们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 不苦 我跟你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 在人生的道路上 你会遇到各种坎坷和曲折 这算什么呀 你们俩也是 你们俩挑来挑去 就挑离谁都不要的给队长 你们这不是在队长的伤口上撒盐吗 队长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是吗 就想要离仲 就想要离仲 离仲 离仲他想要你那个 你怎么跟队长说了 那我就算了吧 行 接下来你们自己去协调 行吗 接下来我们为我们的樱桃队来翻奖 那我们在这里要祝贺樱桃队 获得我们今天的冠军 恭喜樱桃队的三位 祝贺你们 不客气 谢谢芳桃姐姐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芳桃姐姐 谢谢芳桃姐姐 今天表现非常好 好了 那么 接下来十秒钟的时间 拿到车上的礼物 可以带回家 三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向后转 预备 开始 十 九 八 风度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嘞 来 看 接下来你们就随便分吧 刘泽凯 你是我们水果大战史上最伤心队长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榴莲队 这个也是你的好语 那么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来到我们的距离快车 来参加我们的水果大战 当然在这里也要感谢木马聚会 为小朋友们提供这么多精美的礼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